其實那邊長久以來也是所謂的一個琴瑟磚區 林森北路,林森北路難道不是嗎? 林森北路那邊的區,九郎林立 就是地上、地下的一堆 那邊也算是一個琴瑟磚區 還有一個也是比較有歷史傳統的是北投 所以不要講台北市沒有這樣子的磚區 台北市是有的,只是沒有一個正式的名稱定它為一個琴瑟磚區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如果我主持實證 我們應該在立法上面,就是法規上面更加的完備的去管理這樣子的一個磚區 也許沒有正式的名稱 可是大家要知道所謂的prostitution這件事情 全世界截然,有些國家是legalize它 是讓它合法成立的 有些國家,例如說一些比較宗教導向的國家 他們是不承認這種東西的 可是不管怎麼樣 如果我們有一個比較周全的法去規範這個事情 因為從事這個行業的人通常是最弱勢的 最弱勢的人 最弱勢的人多少人在剝削他們 他們的老闆在剝削他們 客人會剝削他們 還有一隻黑道會剝削他們 到最後甚至有些白道警察也會剝削他們 我們常常在新聞裡面看到 那些人到了警察局 有的時候就被性侵了 所以我們覺得 在這種狀態下面 如果我們不去用法規來管理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我們覺得對不起台北市的所有的市民 因為我們要承認這個是一個人性的問題 可是呢在我們解決問題的過程裡面 我們必須要退掉這個虛偽的這一面 我們面對這種情慾的東西 我們用比較合理的管理來把所謂的情色斷區這個事情 把它慢慢的從地下慢慢的變成一個可管理的一個所謂的行業 了解 想這樣的回答非常詳細 關於台北市流浪動物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怎麼樣處理 或是你會推出什麼樣的政策 流浪動物其實 現在常常有所謂的一些政府的機構 公家機構 處理流浪動物的時候 其實是用一些非常不人道的方式在處理 比如說在整個撲殺的過程裡面 例如說把整籠子的動物進到水裡面 就讓它安樂死 這不算是安樂死 所以我們覺得 我們今天如果來處理這樣子的流浪動物的話 我們要有幾個前提要先界定 一個前提就是說 流浪 任何動物不管你流浪不流浪 它是有生育能力的 所以流浪動物有沒有生育 它當然有生育能力啊 有生育能力 如果我們不去做管理 就是說我們不去做結紮 就是說不讓它繼續生育下去 其實這個問題會一直繁衍下去 就跟它們的後代一樣 所以第一個 我們對於流浪動物 我們必須要在這個結紮上面 跟動股團體要開始合作 第二個我們其實 我們不要有動物的買賣 寵物其實可以證養 我們已經可以去很多這種 這種這個收流流浪動物的這些單位 去認養動物 而不是去買賣 講到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要開始防止 就是說這些寵物店的 這些所謂的 就是說 防止這些過多的 所謂的寵物去做買賣 然後我們絕對不要棄養 就是說一旦我們決定要來認養 或者說養一個寵物 我們絕對不要去棄養 所以這個寵物呢 它也是家人 我們要用對待家人的方式對待它 我們不會去賣自己的家人 所以我們也不要再去買賣寵物 寵物用認養的方式 那這個動保團體其實這些年來做了很多的事情 中央如果多多花點心力 跟一些動保團體這種聯繫 我想動保團體在這方面的專業 經常是優於我們的公權力單位 我們要向他們請教 接下來是台北市政另外一個焦點 網友問到請問大巨蛋這個蓋來打棒球 卻不符合規定的場地 該怎麼處理 大巨蛋本來是當它在招標的時候 它的標是一個棒球場的標 如果今天大巨蛋不能夠打棒球 很簡單法辦 法辦 是誰去招了這個標 原本是要蓋棒球場的 室內棒球場的 就現在不能夠打棒球 那這個時候 第一個 台北市政府 你要不要去認了這件事情 你如果把這件事情吃下來 那就表示你們官商勾結 如果你們官商不勾結 這件事情一定要辦 我們是當初如果任何一個標 到了最後 它做出來的成品 跟你當初你去標這個案子的 原先的旨意是不符合的 如果每一個人都這樣做事情 那我們要標案幹什麼 所以這個案子一定要追查 台北市政府在這件事情上面 已經失職了很多 因為當初標那個案是一個巨蛋 大巨蛋是打棒球的 可是現在旁邊已經有太多的旅館的東西 那這個裡面因為它的整個的設計 太密集了 那些建物太密集了 已經沒有什麼空間 所以才會想要把裡面的空間 把它打到外面來 所以才會有所謂要把外面的那一些老樹 移植掉的這樣子的一些 一些舉動 還好 互數團體把它給擋住了 可是也已經很多的老樹都已經被移走 被移走的意思就是說 已經判處他們死刑了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件事情一定要追究 如果這個包商沒有辦法 遠雄的沒有辦法 就是說把它改正 我們其實是可以找另外的工程單位 把這個原本屬於棒球的設施 改回成棒球的設施 改回成棒球的設施 裡面所有的工程的費用 遠雄要負擔的啦 你們做了一個亂七八糟的東西給我們 沒有通過驗收 好 現在我們要來改 還有什麼道理說 難道還要用納稅人的錢來改嗎 沒有這種道理 你們要付這個錢 你知道 如果都沒有辦法 反正說 這個大巨蛋到最後真的是沒有辦法 就是說 用各種方式把它改回來 其實我們決定 應該是用市民公圖的方式 來決定這個大巨蛋 最後要做什麼樣的用途 它也許是一個綜合的體育館的用途 你知道 甚至就是說我們用這樣子的 這麼大的一個地 然後今天就是說 給你遠雄蓋了一個莫名其妙的東西出來 到最後完全沒有辦法用途的話 甚至如果市民說拆掉那就拆掉了 你知道 我覺得今天台北市太多的大的建案 你知道大而無當的建案 其實大巨蛋應該不是一個大而無當的建案 如果按照它原先的整個設定的話 不應該是這樣子 只是後來走樣 走樣的整個的過程 走樣的整個的過程 應該司法單位應該 如果它到最後 完全不符合當初 投標的這樣子的這個需求的話 司法單位 檢查單位 應該出來檢查 要調查這個事情 下一題是關於十二年國教的問題 十二年國教 網友說帶來了許多的不一樣 包括了國中教育會考 特色招生 特色學校等等 您怎麼看國中教育會考這件事情 您又認為台北市是不是要發展所謂的特色學校 在您任內會不會像美國高中一樣 開放讓學生自由選課等等 其實台北市長久以來 有幾個高中 大家也都知道 像北英女建宗這種所謂的明星高中 明星高中的存在 是一個歷史 我們必須要承認它 明星高中帶給很多的學生 一種憧憬 那很多在明星高中畢業的人 他們現在很多人都很有成就 他們對於母校的懷念 這種歷史 這種我們要尊重 可是明星高中 我認為不應該只是這麼極數 明星高中之所以存在 長久以來 大家知道 他的招生上面 就已經優於所有其他的高中 他的招生裡 他的所謂的學生的素質的優良 所以才造就了所謂的明星高中 那這個是 你知道 這個良性循環一直循環下去的 所以才有今天這個局面 我們今天處理像這樣的問題 我們思考應該擺在 台北市有12個區 每一個區其實都應該要發展 所謂的明星高中 明星高中不應該只集中在少數幾個區 也就是說所謂的明星高中 他們學校的資源 不應該比其他的學校更多 今天如果12個區裡面 一些公立高中 他們的資源是均等的 例如說 學生跟老師的比例 又說學生跟樓地板面積的比例 有太多這樣子的數據 可以支撐我們來改善所謂一般高中 他可以明星化 明星化意思是說 我們可以在一些學校裡面 增強他的實質 然後發展他的特色 明星高中難道一定要是 所謂的數科 數理科嗎 文科嗎 不見得嗎 我們是不是可以發展出 棒球的明星高中 我們是不是可以發展出 舞蹈的明星高中 我們是不是可以發展出 所謂的藝術的明星高中 在紐約是這樣子的 紐約是有些高中 它是以科學文明 它是以所謂的藝術文明 它是以所謂的體育文明 都有 所以我們今天 在我們整個教育制度裡面 如果我們的資源做平均分配 如果我們發展到一些特色的學校 我覺得明星高中會變成 台北市十二個區 每個區都有的一種高中 這樣子的話 其實大家就不會 要擠過頭 一定要擠到那幾個特定的明星高中 我老實講 我女兒 我女兒考高中的時候 我就跟她談這個事情 我說丫頭 我說 我說你可不可以 就是說你已經念了三年的女校 我說在念高中的時候 爸爸建議 是不是可以去念一個男女混合的高中 我就一直跟她灌輸這個觀念 我說 如果你連續念六年的女校 我說 我說從爸爸的觀點來看 我覺得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覺得 已經三年的這個國中女校 是不是在念三年的男女混合的學校 所以她的第一志願 我們家的父親就是斯拉夫中 她第一志願是斯拉夫中 斯拉夫中的話她差了一分 她第二志願是直接跳到松山 松山很好啊 松山她進去那一年 她們的那個籃球三連霸 我跟我女兒在坐在那邊看那個籃球 我說 你看爸爸是不是很厲害 把你選擇一個三連霸的學校 那個是一個籃球很好的學校 可是松山後來我女兒念 就是一個我覺得很棒的學校 她有她自己的特色 她讓我女兒的整個的教育 她的整個的所謂的發展裡面 得到一個非常均衡的發展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學校 那每一個區其實都應該要發展她 發展出她各自的有特色的所謂的明星高中 好 下一題 不知道候選人有沒有在看美國的影集 現在很紅的就是關於活屍這個話題 然後其實網友提到在歐美的政府 其實有針對活屍危機去舉辦相關的演習 跟政策上面的推演 那如果說活屍危機殭屍危機發生在台北的話 您有什麼樣的應對方式 然後您會做什麼樣的處理呢 其實我必須很難過的說 台北市作為一個行政中樞 總統府裡面已經很多殭屍 我真的很難過 就是說我沒有辦法說立法院啊 就是那些院裡面有一堆殭屍 那種吸血鬼 好 回答這個問題 殭屍 是 還沒有發生的 還沒有發生 殭屍其實 那以我的認知 有些已經是屬於 就是說死掉了 殭屍 那她 她已經沒有生命 這種就是撲殺 這個沒有人道的問題 可是有些就好像她是一個代言者 她可能可以因為藥物改良 就是改善他們自己 這種你不能夠撲殺她 因為這是人道問題 你知道 所以在這種狀態下面的話 其實有很多問題 例如說 真的有這樣的殭屍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好像講到伊波拉病毒 伊波拉也是一種病毒 各種的病毒 我們是不是要做好隔離 對 我有很多的醫學上面的方式 要去做好這些 例如說隔離治療 你知道 然後分析這種病情 那她 終結到最後 她有一個問題 就是政府的資訊一定要公開 像這樣子的一些 這個屬於 例如說 假如說殭屍是一種病毒的話 你知道 那她 是不是要把所有的資訊公開 就好像那個時候 SARS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把所有的資訊公開給大家 要讓大家不必去恐慌 我們其實這個疫情是控制住的 我們這個疫情其實現在是 你知道 只限於哪個地方 就是說 像這樣子的一個 資訊公開的做法 其實我覺得 其實全世界其他國家都有 日本曾經有一段 她有一次 她也是在講 這個日本防衛廳好像是在講 如果哪一天 那個庫斯拉 你知道 就是攻擊東京怎麼辦 他們也有這樣子的一個題目 我不知道說網友 是不是從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例子裡面得到了靈感 才來問這樣子的問題 你知道 可是庫斯拉如果攻進來的話 它代表的是一種 這種外力的東西 那這種外力 如果我們今天要去 然後做這個整個的防禦的話 我們事前 那是不是 我們這個政府 要做一些所謂的兵推 所以有太多的兵推是 台灣是從來不做的 是 這個東西其實是很嚴肅的一個問題 我們以後 我們如果今天是在政府機構裡面 我們要對兵推這件事情 要有一個概念 那兵推有各種的兵推 那你們剛剛講的這樣子的 這種 這種 這種殭屍的這種兵推 可能也是一種兵推 你知道 所以我覺得 做為一個政府 你必須 你要有一個能力去應付各種的 極端的一些危難 這種是一種極端的危難 如果我們今天講到 就是說外力 這個入侵 你知道 殭屍你看 一堆殭屍你知道 其實我可以 我有一個網友 他曾經畫了一個 製作了一個 等於是用這個 這個 舊照片跟新照片 弄在一起 然後他畫了一堆殭屍 領頭的是馬英九 然後在那邊 在一堆那邊走 你知道 我覺得一看到 有在笑說 真的很貼切 你知道 所以我們對於像這樣子的 殭屍的問題 是不是要做兵推 所以我覺得 也許是一種 必須要做的事情 為了預防 也許我們必須要做一些像這樣子的事情 人家想都沒有想到 是 因為網友提到說 包括如何疏導 安置民眾 防止疫情擴散 或是要不要尋求國際救援 這些都是細節 所以您是會做這樣子的兵推的 對對對 兵推就是要做這種事情 像剛剛講的這種 這種一些細節 其實如果我們 諮詢公開的話 大家都知道了 對 我剛剛講到極端的例子 例如說八八水災是極端的例子 例如說 九二一大地震是極端的例子 這種極端的例子發生之後 很多東西是超越我們平常在 成平時期能夠想像的 所以我們如果要做兵推的時候 要push到那種極端的程度去設想 包括核災 對不對 核災 在核災 我記得幾個月之前 有新北市政府好像做了一個核災的 類似像演習的東西 可是我看了之後我覺得很難過 因為全部都是 就是一個表面上面的一個 你知道就是 例行的一個 一個普通的演習如此而已 其實它並沒有把很多事情 推到我所謂的一個極端的一個境地裡面 因為今天規則是按照順序來 關於核災問題我們等等再回答 OK好 那下一題是關於 其實跟第一題有點像 它問到情色業是 自古以來就有的行業 可是如果要面對處理它的時候 您會不會設立情色專區 那設置的位置跟考量的依據 各會是什麼 就這個第一題好像就是大致談過 對對對 如果您要本身的話 應該沒有 就是說其實 因為現存的所謂的一些情色的區 已經在那邊了 那我們可能就是想辦法 就是說在管理上面 多做一些設計 多把整個的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行業裡面的 很多以前我們不太注意到的一些細節 把它想出來 然後是不是 就是說 方便不管是 你知道 就是說從事小型工作 這樣子行業的人 或者去 你知道就是說 去這個 去所謂的滿村的人 他們是不是都能夠 被某種程度的 你知道 都有一種規範在那邊 你知道 然後 還是 我剛剛講的 從事這個行業的 很多都是比較弱勢的人 我們如果能夠站在一個 批弱勢 設想的這種立場 去做事情的話 其實我覺得 這個社會的一個整體的 這個和樂的感覺 會應該會更高 好 下一個是台北市民一直來關注的問題 也是最近炒得滿熱的話題 是關於 房屋政策這件事情 您曾經提出 台北市要解決的問題是 台北市民的居住需求 而不是有房需求 對 網友追問的是 您提出公辦公司 來承租閒置空屋 等等的政策 他認同 但是他想知道的是 如何得到真實價格 來讓您所謂的公辦出租公司 可以轉租 然後接下來是 怎麼樣解決 相關的租屋糾紛這些問題 所謂的這個價格的問題 其實每個區 其實每一棟房子 它價格基本上都是會 因為例如說它的房子條件 它所在的區 各式各樣的這些外在條件 它價格是不可能一樣的 可是有一件事情 大體都差不多的 就是均價 均價就是說 在台灣 我們一棟房子 大致的 我們可以算出來 什麼是 就是說 投資在居住這件事情上面 的一個合理的價錢 這個合理價錢 是可以算出來的 在這個合理價錢的基礎上面 我們再來談 所謂的 代管代租 什麼叫代管代租 台北市的空屋率大概7%到8% 也還算 在台灣算好 比高雄 比桃園要低 可是 在世界上其他的 比較主要的城市 大概 當你空屋率是4% 5%比較合理的時候 7%到8%還是高 可是問題是說 台北市有很多空房子 如果我們不去解決 我們就貿然的 我們又蓋了一堆的 所謂的合一住宅 那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並沒有 把房屋的 這個居住的問題解決掉 因為當你今天來蓋 合一住宅的時候 其實你很多很多 還是就是說 一個永房的需求 可是今天 全世界的一個趨勢是 在很多國家 OK 例如荷蘭吧 他租房子的人的比例 大概在4成左右 也就是說 大部分人是沒有房子 可是因為他們的整個 社會福利政策 是非常的合理的 他們是有一套制度的 所以你不必擔心 你以後沒有房子住 那如果我們今天 在永房這樣子的需求 慢慢慢慢把它開到 變成只是租房 移居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 像你剛剛講的 代管代租 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代管代租的一個概念 是今天的一些空房 政府可以用公權力 向這些空房子 這些房東去租房子 稍加整修之後 再轉租給一些 比較弱勢的 或者是說 像年輕人 比較沒有條件去買房子的 在這種狀況下面 它的房價其實不會太高 甚至 政府如果有補貼政策的話 它可以把補貼政策 擺到像這樣的貸款 貸租的政策裡面 那它也許用一萬塊錢 跟房東租 它也許用七千塊錢 租給房客 那這樣子的狀況 好處就是說 很多房東 他有的時候 他不太願意 把房子租給那些不認識的人 因為 你也知道 房客跟房東的糾紛 常常到最後 是非常離奇的案子一堆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面 如果 房客是政府 房東會不會比較信任 當然會比較信任 政府當惡房東 他去租給那些房客 房客是不是會比較 就是說不敢批 我相信也是這樣子 所以當政府擔任這個 白手套的工作 那介於 就原來的房東跟房客中間的話 我覺得 整個的租任的 這個狀況 會比現在要好 也就是說 一些房東比較會 去想把自己的房子 就是說交由政府處理 去解決一些其他人的 這些居住的問題 在這個狀況下面 我覺得因為政府介入 它的價錢 它的管理 甚至就是說 如果房東去修繕房子 他只能修繕他自己的房子 如果是由政府 在一個社區 去管理許多的空屋 他不但可以去 例如說 修繕房子 或者說 升級裡面的管線 他甚至可以把整個社區 都稍微整理 那那個社區是不是更適合居住 那我覺得 對於社區的整體的 這個所謂的房價來講 也是比較有利 所以我會覺得 今天我們來做代管代租 其實是有它的一個理論基礎 可是代管代租 我必須在這邊強調 不是幫那些投資私利的那些房東 去代管代租 他們在內湖 買了一大堆 五六十坪七八十坪的房子 沒有人租 政府這個時候還要介入嗎 不需要介入 因為那些是投資私利的房子 絕對不要去介入 幫那些有錢人再去解套 沒有這個問題的 下一題是剛剛有提到的 關於台灣北部核電廠 您有什麼想法 萬一未來核電廠發生的災難 您的救難程序跟方法會是什麼 其實核電廠的事情 不是台北市的事情 是新北市的事情 核一核 並不是在台北市的管轄範圍內 可是核電廠萬一出事 它是沒有歧視的 它新北市跟台北市一律 就是說你這邊的居民一樣倒楣 所以我們平常 像我剛剛講的 所謂的整個兵推的事情 就很重要 兵推的事情包括 萬一發生事情 哪些地方是可以 去變成一個防災中心 整個疏散的路 應該是怎麼規劃 交通的載具 有多少 整個消毒的程序 是什麼 哪些人要優先的撤出 哪些人必須留守 那整個輻射 它的範圍可以影響到的地方 在這個區域裡面 我們怎麼樣在第一時間裡面 把傷害降到最低 有太多的問題 是兵推的時候可以做解決的 所以我們覺得 如果 我當上台北市市長 整個有關於輻射 所謂的核電廠可能造成的災變 所要做的這樣子的預防性的兵推 是一定要舉行 而且是要跟新北市政府合力舉辦的 那當然就是說台灣 長久以來 我們對於核電廠的存費 一直爭議很大 那事實上面 因為核電廠 它一旦發生不幸 那個是誰也不能夠逆掉的 所以我們不能夠存一個僥倖的心說 不會的 尤其是我們現在的核一核 核一核的這個電廠的 所謂在的這個地層 其實並不是那麼安全的 萬一發生問題的話 我會覺得 那個是全台灣的一個災難 你看看現在日本 福島的事情 對於那個地區所造成 經濟上面各方面的影響 是有多大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是把核電廠擺在人口這麼稠密的地方 離首都這麼近的一個地方 完全以前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完全沒有去思考它的後果 現在如果我們想要廢這些事情 我覺得還來得及 我們一定要往這方面一直去思考 我們不能夠讓核電成為台灣 好像能源的唯一的來源 這種思考我們一定要去除掉 了解 好 下一題是 如果您不幸落選了 您覺得誰當選台北市長比較好 這比我不打回家 需要重複一下 其實我老實講 台面上面的這兩位參選人 我為什麼要出來參選 兩年前我就跟我的團隊決定 我出來參選台北市市長 可是後來因為有憲法133這件事情 我就把這件事情先停止 而且我做憲法133的時候 我是絕口不提台北市長的事情 可是我準備了很久 所以你看我的政策在所有的 這個所謂參選人裡面是最周全的 我們對於一個政策的掌握 理解是最周全的 所以你剛剛這個問題 我必須講 就是說 如果我落選要我去推薦另外的人 我只能說 在曾經跟我競爭的這些人裡面 我倒是可以推薦一些人 例如說布立雄律師 如果他現在在參選 我會說我會推薦他 因為他的整個的背景 他是照顧弱勢的 他是處理很多不公不義的事情的人 我覺得他 Qualify做一個市長 藍軍來講 我覺得如果丁守中今天還是我的對手 我覺得我會推薦他 因為至少 他對於整個政治的運作的選手 他是非常好 我在這個區 我都曾經領受過他的選民服務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丁守中今天是國民黨的這個代表 我倒會說 我會推薦他 可是如果是 聯跟柯 你叫我去 推薦其中任何一個人 那我會說 我這個人從來 之所以在台灣 這麼多人喜歡我 我在台灣 我覺得 我到現在為止 你知道我的做人很成功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不媚著良心講話 我沒有辦法媚著良心講話 所以 你說要叫我推薦這兩個人 我說 這樣子我們去喝酒吧 你知道 我會散開這個問題 我根本就不要去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對我來講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 一個 從來也沒有在任何的重要職務上面 做過任何的讓人家 你知道 看得起的一件事情的人 他今天要出來 就是純粹因為 他們家兩代公務員 兩代公務員 另外 另外 一位醫生 他非常專業的醫生 非常棒 如果他在他的醫療體系裡面 那我絕對會推薦他 可是他今天如果來做一件 做一個像市長這個事情 我覺得我也不太有辦法 因為 我也依稀了解這個人 你知道 我覺得 當一個人 他這輩子就是醫院跟家 家跟醫院 我覺得他對台北市的了解 嗯 他真的是做一個 這個 醫院的這個 他去做醫院的院長 我覺得也許都很合適 可是 要我推薦他做台北市市長 我會覺得 算了 這個東西我不能講 那其他人 其他人 聽說還有三四個參選人 那我也不認識 所以我沒有辦法推薦 你知道 所以 就是說現在 有三個包子在這邊 一個包子 裡面那個線就是個爛 你知道 大家都知道 一個包子 裡面的線 成分不明 那個標示 沒有 不知道它是什麼成分 一個包子 就是裡面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包子 可是它沒有廠牌 對 它是一個獨立的包子 沒有一個大的廠牌公司 就是說 給它一個很好的包裝 沒有一個大的這個廠牌公司 有一套這種運作的方式 去讓它 在這個包子 在這個市場上面 讓大家人 就是說更加看到 而且現在整個媒體 基本上 對於這兩個有廠牌的包子 比較青睞 對於這個沒有廠牌的包子 基本上 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這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會覺得 在這種狀況下面 如果你們對於價值這件事情 比較重視 認為 我們今天選的是價值 而不是一個所謂的顏色 我覺得 唯一有價值的 應該就是我吧 我講這話也許狂妄一點 可是真的 今天講到價值 有一個人是在講價格 他的價格都很高的 那地保那個價格 你看多高 是不是 那 講到價值我覺得 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推薦別人 好 您剛剛提到的 他覺得您現在的情境非常不利 媒體讓您消音 然後選民有對其他人的慎選期待 所以對你有預設立場 他認為對一個台北市場候選人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挑戰的情境 但是能夠解決這個情境的話 也是能夠彰顯您的能力 他問到的是 您有什麼樣的策略 要突破現在這樣的困境 我其實是有一個策略 需要二十天的時間 可是二十天最近可能要拿去坐牢了 你知道 所以呢 開玩笑啦 我們因為獨立作戰 可是我們標榜價值 那我們這個團隊 我覺得最讓人家覺得 尊敬的地方是 我們對於媒體 雖然沒有辦法去 去讓他們多注意我們 可是在網路世界裡面 我覺得我們是一個挺強勢的 尤其是我們的主要的這些 核心的幕僚 我們平常就在網路上面作業 我們的幾位幕僚 尤其是屬於政策面的幕僚 分散在全台灣 所以我們有一個公共的這個論壇區 我們每次針對很多的議題 我們就在線上面就開始工作 所以我倒覺得 要利用網路這件事情 也許會是最後那三個月裡面 我們會加強的 其中包括我們會更 有更多的所謂的 自己的新聞自己爆的觀念 如果今天主流媒體 那蓄意忽視我們 或者因為他們自己 在所謂的顏色上面的這個取捨 認為有些少數一些 綠的媒體 認為也許我會拉科的票 那有好主要的幾個藍的媒體 都認為我會拉藍的票 所以他們基本上都盡量忽視我 我覺得如果他們真的要這樣做 那在整個選舉完了之後 在一個大的檢討的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媒體的這一些賽選的這種做法 其實是應該要受到檢討的 那我倒覺得我們要用網路的方式去打一個選戰 應該還是我們未來這幾個月主要的方式 下一個是問到台北市很關注的政策 所謂的動畫、漫畫、遊戲產業 他們被稱為ACG產業 關於這三個產業 因為年底台北秋葉原就要開幕了 那這個是好市長過去去東京考察回來的結果 然後另外兩位比較主要的候選人 他們也針對這些他們有出席一些場合 然後聊到一些他們的看法 那網友對於您的看法相當的好奇 對於動畫、漫畫、遊戲這樣的產業 要怎麼發展 OK 動漫產業 其實年輕人是一個消費的大宗 那動漫產業 其實也是最容易跨越這個所謂的語言的反例 跨越國際 能夠讓其他國家的消費者 能夠享受到的一種產業 我們看台灣這些消費者對於日本的動漫 對於韓國的動漫的這樣子的消費 我們就應該可以看出一個端倪 那如果我們今天以市長的這個位置來推展這個動漫 我倒是可以來舉一個類似的例子 美國在19...不是美國 美國紐約市 在1967年 他那個市長叫江林塞 江林塞那個時候就推出一個概念 就是說 把紐約市當作一個大的電影製片廠 以吸引各個電影團隊到紐約市來拍電視的方式 來推銷紐約 我倒覺得這是非常聰明的方式 因為你今天如果你吸引到很多電影團隊 到一個城市 例如說紐約去拍電影 你提供的是很多的其他外地的團隊 他們不知道的一些資訊 例如說哪些地方可以買到比較適當的便宜的底片 哪些地方可以去沖你們的底片 你們可以在哪些地方可以得到比較好的住宿的對待 價錢 那你如果要找童星 你如果要找臨時演員 你可以透過哪些管道 那當你拍電影的時候 警察是不是可以來幫你維持一些拍片的現場的視序 就是靠著這些小的事情 紐約市在過去五十幾年 因為把城市當作一個大的片場 這樣的觀念的推動 到了2012年 紐約市因為外地的人來紐約市拍電影 它的年收入是71億美金 是2000多億台幣 這麼大 我們用同樣的概念 我們如果把動漫裡面的很多的 例如說內容 是以推廣台北這樣子的一個城市為主 例如說我們來講台北的故事 我們把台北的一些景觀 一些場景 我們擺到這個動漫裡面來 是不是可以幫助這個城市 很多的動漫的東西 其實它跟產業是有關係 例如說跟紅酒有關係的動漫 跟棒球有關係的動漫 對不對 跟很多企業 例如說像課長島根做這樣子 紅尖縣市他們一批人做這個動漫 其實讓我們對於日本的 包括新聞圈 包括日本的百里階級的整個升遷的過程 包括日本的很多的產業的結構面的東西 我們就非常的理解 對不對 有關於紅酒的漫畫更是 是不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把內容擺到這樣動漫的 這個整個製作的內容裡面 我覺得這是另外一種方式去promote 台灣其實很多人對台灣是充滿好奇的 台灣的好客 台灣過去這些年來 在整個的民主這件事情裡面 得到了這種成就 台灣以一個這麼小的一個島 它其實在經濟的地位上面 在全世界經常是屬於非常前面的排名 在這樣子的一些狀況下面 很多人對於台灣其實充滿好奇的 我們怎麼樣子把台灣這件事情 台北市這個城市推銷出去 用動漫這種方式推銷出去 我覺得這會是一個 至少我覺得從John Lindsay 1967年成立 紐約市市長辦公室幫助大家拍電影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裡面 我覺得我們其實是可以效仿的 所以這是你對ACG產業發展策略的回答 對 請問到現在沸沸揚揚的話題 是關於地溝油的事情 像這樣子的食安事件 不知道您當選市長之後 您打算怎麼樣處理 或是您覺得 您有沒有辦法解決這樣的食安問題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喝一口水 因為我覺得我講了這麼久 然後又講到地溝油這三個字 有一陣噁心 其實我們可以馬上回答 政府在這樣子的事情裡面 它其實做了 它其實 對不起 沒關係 它其實有幾件事情 它是 長久以來 它是比較忽視的 所以一直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是 您先喝口水 沒關係 今天行程比較忙 下午還有一個 輕輕的活動 所以 上午 對 下午已經輕過了 對對對 那麻煩現在 就是 聊一點噁心的東西 就是關於地溝油這件事情 還好下午做了一個比較可愛的事情 好 地溝油 政府 它其實平常如果 它對所謂的 這一個 管理上面 它做好檢查的工作 其實這些事情比較都不會發生 政府其實有義務 也有權利 去做幾項檢查 例如說 食品安全的檢查 食品安全的檢查是地方政府應該經常性的要做的事情 是 例如說 勞動條件的檢查 是另外一件事情要做的 對 另外說 環境保護 環保這樣子的一個檢查 也是經常性要做的 是 這件事情做了之後 其實 政府 因為 如果 在這些事情上面 沒有 沒有帶拓 它會造成什麼效果呢 它會造成 製造商 以及販賣商 他們自己 必須要去做嚴格的檢查 是 因為你政府不去檢查 所以這批人也懶了嘛 這批人也疲了嘛 製造商就隨便製造 因為他知道沒有人會去理他們製造出來的東西是什麼啦 那不合格也沒有關係啦 反正消費者 你知道 他胃酸基本上都可以消化很多東西 你知道 頂多得了一些病 也不知道這些病 這些病造死是哪裡來的 你知道 因為消費者保護法要求 製造商跟販售商 要有保證產品沒有瑕疵的 這樣子的 就是說他們一定要保證產品沒有瑕疵 好 如果今天 因為政府 帶頓於這種檢查的工作 安全檢查的工作 視頻安全檢查工作 而導致這樣子的 這麼多事情發生的話 政府本身要負責任 其實我們針對於 像這樣子的產品 政府其實可以馬上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叫做代位求償 是 因為你今天消費者 你吃了這個虧 所以如果你要去告廠商 其實是很困難的 很多人也不願意為了這幾百塊錢 對不對 然後去這種大事這個新送 可是政府可以 政府可以替那麼多的消費者 集合起來統一代位求償 要求這些製造商賠償這些人的損失 那可是今天不一樣 今天到最後 是最末端的消費者 跟比較下游的廠商的 尤其是裡面的一些在櫃台工作的這些員工 反而是這兩種人之間的這種互相的叫罵 互相的鬥爭 我覺得我看得很難過 因為其實他們都是受害者 可是加害者在哪裡呢 加害者全部躲在後面 所以我覺得代位求償是可以政府來做 要求你們這樣的廠商必須要付出這樣的代價 然後第二個 我們一定要開始實施所謂的三證條款 什麼是三證條款 你在各種的安全檢查裡面 如果你發生了一次、兩次、三次這種重大的缺失 你的營業之道根本就應該被拿走的啦 你知道 你就是滾出這個行業 不要再來了 夠了 你知道 給你太多機會了 OK 所以我會覺得用代位求償、三證條款 然後政府應該要開始 要站在所謂的公益訴訟這條線上面 因為公益訴訟經常是比較大的這種訴訟 而且一般的消費者因為 他有很多的所謂的困境 不太可能去展開公益訴訟 例如說 如果今天對方是有黑道支撐的怎麼辦 政府不怕 政府如果 如果來主持這種訴訟的話 黑道敢跟政府囉嗦嗎 不敢的了 所以這些事情的前提還有一件 就是說 其實很多廠商 他們應該要有一種所謂的基金 他們這種基金就是說 今天我們進入這個行業 我們這些廠商應該要籌措一個基金 這個基金就是在發生像這種事情的時候 趕快拿出來應用 如果你今天大家都回回局局做事情 永遠不會用到這個基金 所以不必擔心 可如果你今天 你要進入這個行業 你心存不良 對不起 先拿一個基金出來 這個基金如果一發生事情 先把基金裡面的這些錢拿來 這種賠償消費者 你知道 讓你知道 你沒有 就是說你其實進入這個行業 其實有一個門檻 你不管怎麼樣 你多多少少都要去賠償 但這種狀況下面我覺得 也許比較能夠製造出一些惡主的力量 網友問到的是說 他看您的臉書常常提到 特殊性關係這個term 然後他想問的是 您未來對於同志權利 有什麼樣的積極政見 我是最支持同志的 1989年1990年 我跟李安開始寫喜宴這個劇本 就是在幫同志講話的 因為我們覺得 同志 基本上是一個 所謂的基因的問題 它不是一個道德選擇的問題 所以 同志就跟左撇子一樣 它只是少數 少數不代表 道德上面的缺憾 OK 所以 我們是一直支持同志的 可是我們再怎麼支持同志 我們不能夠 讓一個同志 借著自己的地位 把國家的名氣 當作禮物在那邊送來送去 我講的是誰 我講的是馬英九 OK 我今天在這邊公開的講 馬英九請你出櫃 就這麼簡單 同志 同志 沒什麼了不起 今天同志 污名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同志 在這麼多人 這麼多年的努力下面 同志的原來的樣貌 已經出來的 同志不過就是 就是在性傾向裡面 屬於少數的一種人而已 大概佔百分之十 就跟左撇子一樣 我們今天會去歧視左撇子嗎 不會 我們不但不歧視左撇子 我們覺得左撇子很珍貴 像陳偉英 你知道嗎 這種左撇子投手哪裡找啊 是不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我們對於同志平權 我們要一直去做 可是如果任何人 藉著特殊性關係 在那邊把國家的權位 當做禮物在那邊 就是說公器 私用 我覺得這個不但要譴責 這個要追究 所以 特殊性關係 這件事情 是我一直拿來求 金普聰跟馬英九的 可是 當我去求他們的時候 很遺憾 有一些同志認為 我在污名同志 錯了 你們錯了 真正污名同志的是馬英九 不是我 我是在幫同志做事情 我今天去 我今天去 再怎麼去折罵吳玉生 有沒有異性戀跳出來說 馮光遠 你污名化異性戀 沒有 我今天再怎麼去修理 這一些異性戀者裡面 亂七八糟的這些關係的時候 不會有人站出來說 馮光遠 你污名異性戀 可是今天 同志難道就可以 因為今天是一個同志 做出很多 就是說 其實 其實在所謂的整個的國家體制裡面 這種不符合體制的事情嗎 不可以的 所以我再怎麼自治同志 對不起 馬英九 他做了太多的事情 是我必須去譴責的 而且 如果你因為我這樣譴責 你說馮光遠 你污名化同志 我說你自己去檢討 不是我要去做檢討 很多同志 對於我這樣的做法 他們一點都不以為意 因為他們對於 馬英九今天做了很多的事情 基本上是覺得很噁心的 一個人 想請補充 他完全沒有各種各樣的背景 履歷 才氣 他憑什麼當駐美代表 他憑什麼當國安會秘書長 難道不是就是特殊性關係嗎 法官在法院問我 馮光遠 特殊性關係你怎麼斷句 我說就是特殊性關係 有別於一邊性 一般性關係 就是這種關係 有別於就是說 所謂的 例如說 國家性 國際性 立體性 對不對 就這樣子嘛 他們說 不是 他們說 馮光遠 不是 我們認為不是特殊性關係 我們認為是特殊性關係 我說很好啊 如果你們覺得是特殊性關係 那我就恭喜你們嘛 我就講得很簡單嘛 可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對於同志的平權的工作 我們一定要做 我們對於多元成家 這樣子的主張 一定要堅持 如果當台北市市長 同志之間的婚姻 就算國家還沒有立法支持 其實台北市政府是可以有註記的方式 去幫同志在他們身份證上面做註記 這一對是Couple 這一對他們是在一起 這一對應該受到一些法律上面的保障 例如說在租屋上面 例如說在醫療探視上面 例如說在遺產很多上面 其實他們要受到保障 這個是可以用 市政府是可以用註記的方式 在他們身份證上面做這樣子的保障 是 好 不好意思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因為你回答的比較長一點 所以讓你回答完所有的答案 那以上是透過 握草跟PTT一起合作的平台上面得到的問題 很抱歉因為時間關係有很多問題沒有問到 那先預告一下 接下來9月22號晚上9點 是由我們另外一位候選人 陳盛文先生會來到現場跟大家對答 一樣的請大家到PTT跟握草的平台上面去問你的問題 今天的活動很感謝Live House In的合作 然後還有握草的大力協助 也謝謝各位的到場一起來觀賞 謝謝候選人您的回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祝您一切順利 好 終於睡覺去了 現在已經很晚了 拜拜